謝謝柏黃兄的介紹 當然謝謝吳院士總召集的給今天的那個workshop 一個很清楚的一個定位 我也有兩個小時 那我只有30分鐘 所以slide也許會快一點 那我想題目就是說 Toward genome sequence for everyone 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 那我先前在論壇幫忙打雜執行長 那我很高興這幾年來論壇蓬勃發展 也確實重新啟動論壇之後 達到衛部部還有博論的期待 那我因為做轉換跑道 那站在一個不同的角度 了解這個財理由緣的困難 我剛剛才問會計說 我們今年統三兩次 賴葵然後立法院少掉一億一千萬 然後加薪少掉兩千萬 所以一億三千萬 那因為我們圍運啊薪水不會減 那對research的影響就是 乘以後兩億的以上的衝擊 所以大大小小的事情蠻多要處理 那吳院長交代我 身體要看得好 他會吃得苦 就是再多事情都沒關係 要吃得好睡得好 那事情自然迎刃而解 好不要讓我說太多 所以國務衛院是國家衛生智庫 這個論壇辦 那同時我們也認定生技產業的一個基地 柏鴻兄也提到 我當賦予這個被交與責任 就是要執行期限計劃 那很重要的是以產業發展 那國務衛院跟申科斯國網中心跨部會合作 在各種不同項目努力 那我們特別著重防治 核同疾病 心臟在這些疾病 那最重要的是 這個project第一年的引擎 就是Novasig最新的機器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 G2020變成我們要認真去考慮 所以Vilumia剛推出這個機器 其實未來它要從1000美金 未來可能會變成100塊美金 那個原始的成分 那這個是9月份 第一批運到博物論 所以WGS 全基因病訊 我們31個檢疫隊 未來是不是大部分的人 或者是有朝一日 每一個人都會擁有自己的 一個基因序列的密碼 所以 在旗艦計畫裡面 WGS 可能是要帶動台灣產業發展 那我們的策略是這樣 就是國務衛院整合跨部會 那包括大學醫學中心 我覺得這一塊很重要 很多人 不太能體會這個的重要 因為Medicine 最後就是要到診所 醫院去執行 那很多的創意來自這邊 那雖然要講產業 可是這個基礎的架構 其實是要創新的研究結果 是推動產業發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一個願景是希望把大新竹地區 變成這個精準醫療未來產品的設計 跟生產的一個中心 那當然政府會期待說 能夠產出多少產生素質未來 那這是比較保守的一個估計 那旗艦計劃是四年的計劃 從2017到2020 目前開展以來我想相當複雜 相當困難 我想逐步照這個再走 當然我們要做很多改變 有些走不同 我們好像就要變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WGS除了推動產業發展以外 就是要很重要 推動研究的一個 很強而有力的一個工具 那我想講太空它沒有用 我用講比較容易的事情 失智症 我分享一個故事 我自己 我希望我不要掉了 我做了處長 現在在家時間很少 看不到我媽媽 所以早上起來 她來吃早餐 她說 我跟她講早安 她說我是阿紅 蔡時光 她妹講話很快 然後哭了 這個 她雖然逐漸辭職 她記得沒有限 可是我好像一個禮拜她沒看到我 我沒看到她 我自己也知道我會 未來也會跟她一樣 因為 基因就在這邊 我沒有像以前那麼的 的靈光 記憶力 很像 無怨事這沒有問題 無怨事 到了現在她這個 不用講稿 她可以 可以背一背 很多很多的數字 那很厲害 那我也會像很多媽媽這樣這樣 逐漸 當然不是很快 好 好 那 這個議題 我想也不用講太多 那我只是特別 這個從Google 引用的 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的 最常見的是 艾滋海默症 那這個怎麼診斷 當然是很大的一個 那還有就包括 血管垂引起的 有些是可以預防的 我希望我是屬於這一類 我想我是屬於這一類 那有一個比較 so-called 就是frontal temporal dimension 那我們怎麼去透過研究 來探討這個議題 我們怎麼去提供更好的 預防診斷治療 好 那我以這個frontal temporal dimension 為例子 這個是慈濟的一個師姐 那林興隆院長 請我幫忙 那你可以看到 這位女士的哥哥 還有媽媽 還有這個外祖父 都有這個問題 那這位女士 是52歲發病 那非常快速 那情緒啊 我親自去跟她 碰面 了解她的狀況 也知道說這個 疾病的狀況 好 那我們最後做了 後 Genome Sequencing 常說我想下午 假如 林永豐博是有機會 會跟各位 比較技術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找到的就是 一個 Tau Protein 另外一個名字叫 MAPT 謝謝明基 潘老師給了 就知道 那 the mutation 在這一國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 顯性的一個遺傳 那 在這個文獻上面 已經記錄了 有32個家族 跟他一模一樣 是在這個位點 那 因為有這麼精確的記載 什麼病 什麼基因 什麼突變的位點 所以將來 過去的數據 就已經跟 我們講說 平均的發病年齡是52.6歲 一個小數點 平均的死亡年齡是59.3歲 所以這位女士 她本來是香港的一個銀行的管理人員 光鮮亮 也很有能力 直擊在香港的一個代表 可是當她發病 大了52歲 她就 基本上她是被FIRE 就是她去上班 就沒有辦法處理 好 那我想她 跟她未來走的CAUSE 會是相當 那她的先生 是我非常敬佩的 一位 一個人 那叫Paul 我看她照顧她 的太太 那我們看到Dementia 前面那張誤會裡面 提到一個就是 那個 Caregiver 就是說 Dementia 不只是 對病人本身 對病人旁邊的人的影響 我真的很佩服她先生 她在那邊 她太太現在已經 Socially inappropriate 亂走亂講 可是她還必須每個月 陪她從香港 回來吃雞 照顧她 好 那Paul先生 她更關心的是她說 她知道她太太會走怎麼樣的途徑 她知道她是個電腦工程師 高階的管理人員 她知道她說這兩個小孩 她最大的肯勝 好 她問我說 她說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 她這兩個兒子會怎麼樣 好 那我說你吐一個口水 來 我們拿DMA 我們應該已經知道會點 所以很簡單的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告訴我 我已經知道說 她的大兒子 現在在加拿大 是會跟媽媽一樣 除非醫療有進步 可是他們對醫療還是相信 相信上司 所以他們她兒子本來就已經prepared 要知道這個結果 所以大兒子有問題 又跟媽媽一樣 然後小兒子沒有 那我也忘了跟各位說 我去 有一次去美國 也跟她的哥哥 就是她的嫂嫂 討論她哥哥的病況 她哥哥目前在哥倫比亞大學治療 好 那這邊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還有很多要去做research 這個病叫做 frontal temporal dementia 一種很特別的失智症 那她所影響到的這個神經元呢 叫做spinomeural 是我們腦部我們最長的一個神經元 那她是像一個垂撞的 有兩個很長的突出 很有趣的是這個Ven 或是Ven 或是Venormal Neuron 這是一個奧地利的一個神經 結果科學家所發現的 那Ven特別在大象 在海豚 這種有社交行為 socialized behavior的動物有關係 所以可能這一個這麼長的一個Neuron 跟這個比較特別的FTD 那FTD這種裡面 它對那個socialization 有一個特別的一個pinotide 我們講的BioTech 我們講的research 那我想回到今天的主題 就是說 對醫療 對healthcare 會有什麼影響 那也就是我們今天大家要探討的 那我用另外一個疾病 叫做 原發性免疫不全 primary immune deficiency 那我用電話去跟Wiki大師請教 那Wiki說 大概有 一百多種 OK 五十 在美國五十 五百個裡面有個小孩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 免疫缺陷也會造成一再的感染 免疫的疾病 癌症 或者是其他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沒有好的方法 那對一個小兒科醫生 他看到這樣的病 一百多種都是貴類同樣的病 他怎麼去處理呢 所以在沒有這個colding of sequencing 之前 小兒科的免疫專家 定了一個癌案 二零一目免疫 沒有多久 他的癌案一共有十種不同的分類 那每一種分類要去找出診斷 要走這樣子的一個流程 換句話說 沒有醫生可以知道 除非是很常見 那我們跟這個 林口腸根的 李文藝醫師 他refer兩個病的病 這其中第二個 我看這是永峰所做的 所以永峰也許會講得更多一點 那這個case呢 是一個顯然是一個隱性的遺傳 爸爸媽媽都是台灣的原住民 那他的臨床上比較特別的是 免疫球蛋白CDA比較低 CDA4比較高 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特徵 那李醫師是一個免疫科的專家 他做了一些分析 他猜說是怎麼樣 也做了一些emplicon sequencing 可是他不敢確定 那我們做了hold genome sequencing 就提出了 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 我們根據資料庫的分析 認為最有可能的 是一個基因叫做Z70 然後他造成一個氨基酸的改變 在這個位置上 那從Aspartic acid 變成Aspartic acid 也是就是說 爸爸媽媽都帶有這個突變 這裡其實也有兩個 他是Hetrozygous E質 有GLN 那可是這個男孩子就得到 爸爸媽媽相同的 他就是全部都是綠色 OK 好 那到底這個Z70是做什麼用呢 我們知道在免疫在發育的時候 在我們胸腺Cymus 有一段時間呢 就本來是Double Positive 也就是說 CD4的Helper Cell CD8 Positive的Killer Cell 都其中要選擇一個存留下來 那Z70在這個時候會增加 也就是說他在這一個 淋巴球養成教育分化的過程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也難怪我們假如這個Z70有缺陷的時候 CD4、CD8的平衡就會有所改變 那進一步去看 這一個 一個胺基酸的改變 怎麼能夠解釋說 對他的功能的影響 那我們當然要去請教 這個專業的專家 我們就請了黃明晶教授 中醫院生醫所 他跟我們預測說 這一個改變 雖然只有一個胺基酸的改變了 他會影響在這個Kinase 蛋白基酸的活化的中心 的一個清建的一個行程 那他預測 用分子模擬就預測說 這個會對他功能 有相當大的一個影響 我修一點點圖 表示說我還有做研究 那實驗室裡面要問的就是說 好 那 對089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要讓他去請教啊問啊 也就是說當細胞 0.9被活化的時候 鈣離子要進到細胞裡面 OK 這是一般的大學的程度 那 所以我們把病人 他兩個精英都換了 加入這個 一個細胞活化的刺激 就是CD3,CD28的Antibody 就是讓我細胞 Activate 那細胞活化之後呢 那個鈣離子就會進入這個細胞了 所以我們只要去測這個細胞裡面的 用螢光的方法來看鈣離子 在細胞裡面的濃度有沒有增加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刺激之後 正常的人被刺激之後 他的鈣離子濃度會進到細胞裡面 可是你沒有加刺激或者是病人 就是剛才那一個 他就是平平的 那假如爸爸媽媽呢 他的反應就介於這兩個中間 所以我們有一些功能上的測試 來驗證說 我們所看到的 確實可以解釋 這個病人的 病毒態 那這個是最多生物學的地方 後面我們要回到這個問題 總召集人在前面講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科技 已經開始進入臨床 我剛剛提到 WGS 全基因體定序 過去幾年 有一個技術叫做 WES HOLD EXOM C科技 EXOM是我們基因體裡面的 最精華的地方 大概只剩我們全基因的1% 過去的策略呢 就是說 基因體定序太貴了 你要去做 要幾十萬幾百萬 所以我們先花一點苦心 把那個EXOM 把它萃取出來 抓出來 再去做定序 所以過去的顯像是WES 不管是做WGS 全基因體 或者是全外線紙 WES的話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要去找到 一個基因的變異 能夠在臨床上 是有用的 同時對病人是ACTION 能對病人有所要忙 那很重要的是 在執行這個臨床的工作的時候 要能跟臨床醫生、病人 病人的家屬很有效 而且精簡的溝通 我們不能印100頁、50頁的報告 要給醫生或是家屬 這個是幫不上忙的 但很多人就是 我們要考量 這個倫理的一些議題 我的時間是怎麼樣 我要自己 十分鐘 三分鐘 也有多兩分鐘 那過去呢 能夠加應用的範圍是在哪 就是比較 要Avanced Cancer Rare Anticronomyces 我們剛才提過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臨床的服務 很重要的 我們不只是要有生化學 Kit反應 我們不只要電腦的增加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這個界面 也就是說這個 誰來解釋 誰來跟病人 誰來support OK 那所以這是一個team work 包括醫生、科學家 Counciler 還有倫理科學家 不是說只要把機器買來 把它整座開起來 這個就是 這只是一個初步 OK 好 那永鋒做了這張slide 就是示意圖 我們現在有NOVA6 其實只是一個起點 我們後面怎麼做這個工作 其實是更大的挑戰 也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那我們為了選第一個題材 就是罕見疾病 那我們跟國衛院 台灣的內衣傳染學會 還有寒冰基金會 一起合作 做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是模仿美國的UDN 是Undiagnosed Disease Network 謝謝李嘉盧博士 Hologize這個活動 那他提出來 請大家 請我不要一起思考的是說 G2020 and beyond OK 所以我們怎麼去offer 一個cause and time effective的WGMGS 怎麼運用這一個 然後在他 我們預想 可能在2015年 可能對一些 中低程度疾病風險的人 提供一個服務 那可能未來 是變成一個普遍化 那什麼時候 應該施育去實行 誰是第一個優勤要接受 誰來付錢 誰來support 這個都是相當廣泛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們從健康到生病的時候 都需要人家照顧到這個一個系統 我們要透過不斷的雙向的運作跟research 來improve這個practice 這個也就是我們所謂的learning health system 我們要能夠不斷的去收集資料 不斷的去改進 然後對我們這個系統有所幫忙 我們當然不是第一個 我們也想不出這麼多 所以我們去有欺癌人 我們有欺考的朋友 去英國取經 因為時間的關係 國王已經提示我應該要解斷 那我們去看英國的NHS他們怎麼運作 不管在研究方面 在產業發展還有醫療方面 他們都有一個宏觀的一個思考 好 那他們最重要的是 他們在英國設立的13個 genomic medical center 在distribute resources 還有deliverment這個health scale 好 我想我要close 那close就是今天要講的是 我們要implement這樣子的一個 或是去考慮要implement WGS 是一個有順序、有規劃的 那我相信未來也許也不會太遠 15年、20年以後 那WGS會變成我們 終身健康管理的一個基礎 A 只是一個基礎 那當然還包括你的behavior 你的lifestyle environment 那可是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起始點 那為了解 民眾對基因相關的勢能 他了解多少 還有他接受的程度 那我們運用那個 這個生意聯會的機會 那謝謝在座很多同仁 一起來做這個設備 那我迫不及待的 跟各位分享幾個 是剛從烤箱出來的一個回答 那這個就是我們簡介 我們要主要要去了解的是 大家對WGS的認知 什麼時候做 你需要資訊的 你對智慧的 自己去付錢的 接受的一個程度 好 那 我蠻訝異的 可是 就是范明基教授 其實不用做捨備 他就知道這個結果 那 那 大部分 當然這個 被 詢問的人都是大學一場 大部分 只有少部分 不到5% 因為生意聯會 整體的人 你對以成年人之 健康事情 有什麼看法 你可以看到 90% 80% 的人 雖然有些疑慮 但仍然值得做 OK 那 整體而言 你是否贊成 對每一個 因性政惡事情的認識 非常贊成 贊成 不贊成 OK 所以可以看到說 大概有 超過一半的人 他在有條件下 他還是覺得 這個是值得做的 考慮的一件事情 當然 有保留的還蠻多 那當然這個 我們還有更多的 Data 是說 你考量的因素 什麼 你為什麼有顧慮 我想我們的 最少生意聯會 參加的人的那個 事能跟態度 都是 蠻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你對時機 什麼時候去實施 那這個 剛出生 要經過父母同意 40% 達到18歲 把定年齡45歲 所以這兩個 把它加起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接受度 超過八成以上 那 你會不會覺得 兩萬塊很貴呢 即2020 那 假設一個人 做來不及的檢驗 非常為兩萬塊 願意全部 致費負擔嗎 願意的有六成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還需要更多的配套 那 我非常感謝 論壇提供一個場地 讓各種不同的看法 意見考量的人能夠聚在一起 一起來思考 那當然論壇所 照顧 或是所處理的議題 很廣泛 不只今天 今天相對是比較努力的 還有更困難的一些議題 那這些同仁 做了很大的一個貢獻 那在今天我講的部分 我想我特別要 呃 這個第一小庭新手是 李家如 那 吹這個小浩德是 洪培凱 打定音鼓的是 潘明欽 呃 那個 還有誰呢 李永鋒 因為他是 他下午有他自己的場 所以我就 呃 感謝他們 呃 這是一個團隊的合作 那幫幫各位 那我們一起努力 他事情最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